來到北海道又怎可以不吃蟹呢? 但這麼多吃蟹的專門店花多眼亂怎樣選擇? 大家好我是ONE HOTEL的Ryan 來得炸房這麼遠出trip 當然不用跟老闆節省 今次我們就訂了一間 只是290多元的長腳蟹專門店試試 這個長腳蟹套餐我們在Klook上預訂 不說那麼多了馬上帶你們去看看 這個套餐在Klook上是最便宜的 而且很多吃過的人都給它一個好評 又便宜又多LIKE 那當然試試吧 有興趣訂的朋友可以scan這個QR Code 就可以去到預訂的網頁 在Klook訂餐的好處是通常都會便宜一點 而且到時也不用頭暈想吃什麼 去到當地也不需要排隊等桌 讓我講一下怎樣去這間餐廳 見到Klook建議大家去博夜站 走出去就說兩分鐘左右 但如果像我這樣不想等交通燈的話 其實都可以在這個地鐵站 都可以的 之後就在2號出口出 上到地面向你的左邊轉 你會見到有個停車場 之後沿著停車場的方向走出去大馬路 再一直走大概5分鐘左右 你就已經來到這間餐廳的門口 好 進去就很簡單 只要你開回Klook傳給你的確認E-mail 然後搜尋給Reception看 它會和你簡單對回名字便可以了 之後它會指示告訴你去多少樓用餐 而我當日就在3樓那層吃東西 來到3樓這裏 一出電梯已經有試應出來招呼你了 它們會要求你脫掉一雙鞋 然後就帶你入座 說回這個場地 當然我在3樓這裏大概容納到5至60人 而當日吃的時候其實都不算太多人 接著就可以入正題了 它們一次過上了前菜、攬盤和長腳蟹刺身 吃日本最棒的是什麼? 就是它們的細心 你看看蟹腳刺身的殼也開給你 就這樣拿上手便可以吃了 在北海吃海鮮已經不能輸 蟹腳更加不用說 雖然它是刺身 但肉質亦不會太難 反而是吃到蟹肉那種一梳梳的肉質 還有這個蟹肉豆腐 兩個食材都很match 而且是凍食,整件事都很fresh 吃到差不多的時候,主菜正式登場 就是這個蟹的壽喜燒 即場由市應煮給你吃 除了有主角長腳蟹 這個蟹鍋還有其他配料 就好像有豆腐、胡絲、金菇菜和其他菜 而最後就有一塊年糕 當你吃完這個蟹鍋之後 它們就會拿一碗稀飯出來 就用剛剛煮蟹的湯煮足給你吃 煮好之後它們會放一些新鮮的紫菜 和配上一份植物給你 說真的,這個粥真的很鮮甜 不要看它的份量這麼小 其實我一個人都飽飽的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套餐不夠你吃的話 你都可以即場追加其他食物 最後還有甜品 我當日的甜品是生果 吃飽飽放在地上的大堂 其實還有很多手信給大家買 總括來說這個蟹餐 餐餐是298元左右 我都覺得值得在K6拿這麼多Like 因為其實真的蠻好吃 餐廳的訂座連結 我們會放在下面infoam box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按進去訂 這個298元的套餐 一定要透過K6才訂到 當日我們看過的餐牌 其實每一個餐是比這個便宜的 來到這裡,大家又覺得這個蟹餐怎樣呢? 會不會在宅房吃過第二間更正 或者更難吃?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讓大家不用重複 最後記得訂閱我們 ONE HOTEL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小鐘 下次我們一有新片出 你們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今次的片就完 拜拜